结婚是对另一半一辈子的承诺 不管未来人生遇到任何困难 都应该不离不弃 携手度过 这阵子演艺圈外遇话题频频洗版 渣男 感情中的小三被浮上台面讨论 许多人说不愿再相信爱情了 但依旧有几位大咖级人物 他们不 只深爱自己的妻子 更深情付出超过二 三十年 一生只爱一人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香港演艺圈一位知名的爱妻男人 非发哥莫属了 今年64岁的周润发育 老婆陈慧莲结婚32年 她一段为了老婆不 在求子的过去 让许多人看见她心疼妻子的浪漫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只要发哥钱 往各地宣传都会带着发嫂一同出席 之前在台湾宣传电影《无双》时 发嫂也开心的和大家同欢 看得出两人甜蜜又 恩爱的好感情 真的令人非常羡慕啊 也冒爱心 另一位就是梁家辉了结婚32年 欲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的梁家辉 尽管在演艺圈多年都从未有任何绯闻传出 爱家好男人的形象深植人心 她时常被问到婚姻相关的问题到底怎么样为 细超过30年的感情并且甜蜜如初呢 她毫不犹豫的说没什么好维系 婚姻就是一生一世 原来她父亲曾经 告诉她一句话 让她一直谨记在心 要嘛别结婚 一旦结婚 就是一辈子 这个价值观也深深的影响着她 梁家辉和老婆的爱情故事一直是许多人 津津乐道的传奇 结婚的这些年 老婆因为怀胎十月生下两个宝贝 人过中年过得十分幸福 身材有些走样 外貌也与年轻时相比相去甚远 甚至还被美 体称为配不上梁家辉 但梁家辉说 我太太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是她的好激发 了我的好 相爱几十年依旧会在大街上牵 这老婆的手 这样的绝世好男人大概是